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章 叫导术与微分 那么这一章啊 我们仅仅就介绍 导术与微分的概念 以及求导的一些方法 而关于导术和微分的应用 我们放在了第三章 单独的一章 再进行讲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我们这一部分啊 希望大家 一要记求导公式 这个求导公式 我经常打比喻 像我们小学时候的那个99表一样 你不会背这个99表 那你怎么做加法 怎么做成法 怎么做出法 无法做了 对吗 所以要记 第二 要掌握 求导的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 由符合函数求导 反函数求导 隐函数求导 参数方程确定函数的导数 这些求导方法 要掌握 这个要达到熟练的程度 其实这两条 是我们整个 高等数学当中 大家学习 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功 这不用说了 不是一元函数 多元函数也一样 求导一定要熟练 不能错 不能错 一错的话 那整个就全盘结束了 是吧 我说了 我用我的同学 经常说 记功是记不对 说AX导数得什么 犯嘀咕 说到底是等于AX乘以LogA呢 还是等于AX乘以LogA呢 那你就记得不输了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一定要具备这样一个基本功 基本功 但是从我们考试的角度来说 说能不能考一个室温的题 就让你求求导 大概很少 但是处处 我们要求导 处处要求导 第三个 真的在考试当中 大概有下面的两个点 值得大家要注意 一个是导数的定义 大家想一想 牛东莱门尼茨 发明维基温 就是引入了导数这个概念 太伟大了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专家 经常不时的 在导数的定义 这个地方考考大家 就是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导数定义 第四个 在求导当中 其实我们昨天 求极限的时候 我们也讲了很多的例子 本来是和定积分 融合在一起的 叫变现积分求导 我要指出来 几乎每年会设计 既然每年设计 便捷积分求导 毫无意用的要会 对吧 要会 另外 还有关于高阶导数的求法 难度不大 也不是每年考 但是我们高阶导数 特别是数一和数三 后面要讲这个密集数 密集数 这个高阶导数 还是要值得去 这个关注一下 这是整个我们这一章 要求大家 这个掌握的几个点 或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特别的 我们要指出来 指出来 这个有这样几个点 是一二三不一样的 看讲义 考试要求当中的第二点 了解导数的物理意 会用导数描述一些物理量 这个是对一二要求的 而对数学三要求的是第三条 了解导数的经济意 两个 编辑和弹性 这一点我们要指出来 数学三的同学 几乎每年 在经济上会有一个题 不出小的出大的 不出大的数学 几乎几乎每年有 我们在基础班的时候 没有过多的给大家讲 所以在强班的时候 我们会要讲一些例子 在我们的后边的第九章 关于经济应用 我会讲些例子 指对数学三的 第七 会求由参数方程 所确定函数的导数 指对数一数二 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下 数学三的同学 关于参数方程的问题 绝对不会出现在考题当中 当然对于求参数方程 确定函数导数 肯定不会有 还有第八条 咱们用罗比特法则 求不一定是极限的方法 这个在第一章 我们已经讲了 本来罗比特法则 是利用中子定理证明的 这是我们 这一章的一些内容 当然刚才 我们说了物理意义 说了经济意义 实际上对共有的 我们还得增加一个点 第六 就是一二三都有的 就关于几何意义的考察 这个几何意义的考察 它主要体现在求切线 以及法线方程 求一条曲线 在一个点处的切线和法线方程 实际上就是求导数 同样的我们也看一看这一部分的主要的一些内容 我们看讲义 看讲义 第一个就是关于导数的概念 当然导数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定义是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所以我看我们定义 说在一点处可导不可导 一点处可导不可导 我们前提条件要求在这个点的领域内有定义 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不但有定义 我们要算什么 要算DOTY 因变量的改变量 与字变量改变量的比 这实际上是一个平均变化率 平均变化率求极限 这叫宋式变化率 这个宋式变化率 就叫做函数的倒数 当然 这个极限要重战 叫做函数可导 而这个结果等于谁呢 Limit fx0加Δx 解去fx0除以Δx 如果这个极限重战 就叫做函数在这点可导 并且把这个极限 叫做函数在这点处的导数 所以导数是一个数 那么经常也把这个导数 就记住这个记号 Ibry0 dydx x的有x0 也可以记住 dfx dx x的有x0 实际上导数定义的形式呢 多种多样 多种多样 比方说 我们这个导数的定义 还可以写成它 Limit fx 解去 fx0 再除以 x几x0 就相当于把这个x0加Δx换成x Δx不就是x几x0吗 所以导数定义的形式有很多 还有的说把达2x不写达2x写成x fx0加x 解去fx0除x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个导数的定义的各种形式 各种形式 各种形式 因为我们这里的达2x是趋向于0的 如果说从单侧趋向的话 单侧趋向的话 那就有所谓的左右导数 那叫单侧导数 单侧导数 这个单侧导数 记住这个记号 fpx0加 这叫做在x0点出的什么导数 右导数 这个右导数就等于limitfx0加Δx解去 fx0除以Δx 那这里的Δx是趋向于0加 那一样的就有左导数 fpx0解等于limit 只需把达2x0加变成0解 叫单侧导数 当然一个点 可导不可导 可导不可导 它可导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我们讲一第四十四页 大家翻过来看 可导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左导数右导数 都重在且相等 左导数右导数都重在 未必可导 所以fpx0等于A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fpx0加和fpx0解 重在都相等且都等于A 这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重在比较条件 刚才这是我们在一个点处的可导问题 当然你可以考虑在一个区间上的可导 k区间内可导 还可以考虑在b区间上可导 k区间内可导 那就是k区间内的每一个点都可导 都可导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在k区间的函数 那个函数我们叫做导函数 记住 fpx0 记住导函数经常这个函也不要了 记住导数 函数fx0导数 fpx0 而在b区间上可导 指的是除了在k区间可导之外 在端点处指的是a点的右导数和b点的左导数存在 这就叫在b区间上可导 这是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可导的一些说法 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几何意义 几何意义 这个在这个微积分发明的时候最早 最早发明的时候 其实在数学几何上的应用就是几何意义 这个几何意义就是求曲线在1点处切的问题 给一个y等于fx 那么它在几何上就表示平面上的一条曲线 我现在给了曲线上的一个点 这个点的横坐标是x0 但是重坐标是fx0 你也可以说是y0也可以 在这个点处的切线 它的方程是谁 这个我们再不去去推导了 但这个结论要记住 说在x0 y0处切线方程 就是y解去y0等于f'x0 所以函数在这一点处的导书恰好表示 曲线上对应这个点处切线的斜率 乘以x0 而法线是什么 是过这个点和切线垂直的直线叫法线 当然法线的方程正好差就差在它的斜率 经过的点是一样的 斜率负导书负的fx0 乘以x解x0 这是切线和法线方程 但是你这个fx0放在封母上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情况 需要值得关注 如果fx0得0 得0是什么意思 说切线 它的斜率为0 那就说切线和x0平行 大概就这种情况 这是x0 因而这种情况下 这个切线方程 切线方程 就是y等于y0 而法线方程 就是x等于x0 这是法线 还有一种情况 说iprx0是无穷大了 这个无穷大在几何上看的含义就变成塌了 就变成这个情况 这不是斜率 请下降二分之pi了吗 二分之pi了 那就是切线方程是x等于x0 法线方程是y等于y0 所以我们大概应该要做到 给了一个曲线 会求这个曲线在一点处的切线方程 其实关键 还是求水求导数 这就是我们要具备的一个基本功了 第五个物理 其实就相当于路程对时间的导数 就是速度 速度对时间的导数 就是加速度 这是物理 实际上我们在物理上有很多这个意义 尤其是我们功课的同学 学物理 学其他的专业课 这个导数的物理体现的太充分了 是吧 那么导数的经济意义 我们说在第九章还要去讲 这里就不多去提了 但是我上面列了 什么叫做边际 就是求导 一个导数的导导数 就是边际导数 那么在某点处的边际值 那就是那点处的导数 那么经济上有意义 其实近视的可以看出 你这个X变一个单位 那个Y变了多少个单位 叫边际 弹性是什么意思 弹性指的是 你这个X变了百分之一 我看看Y变了百分之几 弹性我顾名十一 你变了百分数 和我变了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 所以我们在经济的同学 需要理解这两个意义 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关于一些基本的概念 导数的概念 第二 就是求导公式 导数的计算 怎么算 第一 求导公式 好了 大家很快的浏览一下 我们这个讲义的第44页 我们列了16个求导公式 这些公式一定要计数 不能错 特别是关于三角函数 有的时候出现负号 正的 负的 这个不能搞错了 是X求导 cosaX cosaX求导 负3X 也很有规律 也很有规律 所以这16个公式 要熟计 16个公式 第二 试字运算法则 试字运算法则 大家也浏览一遍 特别是这个 这个成绩和伤的 这个往往大家容易犯错误 是吧 加 结 成 除 加 结 成 除 这个法则 另外有一年 我们曾经考了一个题 我们法则背的很好 但那年那个题让你证明 成绩的求导公式 我们很多同学不会证的 但好的是那年 我们的专家还很好 提示你了 是能用导书的定义证明 U维片等于U维片V 加U维片 所以这也 顺便说到这里 说我们这个 这个教材上的哪些定理 要汇证 那么多的定理 都汇证是最好的 但是要把握一个基本的 一个原则 就是这个定理本身很重要 结论很重要 性质很重要 证明 又很有思想 并且证明不太复杂 说这样的证明 我觉得都应该会 所以我经常在讲课过程 他问同学 说罗比特法证会证吗 说不会 牛东来不及这公式 会证吗 不会那你一定会 有一年我们考了一个 拉格朗中定理的证明 那你会吗 所以这些很重要的 要会证 所以我们说 你成绩的导书公式 商的导书公式 你会证吗 不仅仅记 是用算法则 第三个 就是我们上面写的 反函数抽到法则 这个我们经常很多同学 老记 记不大清楚 实际上 你不需要实际为 说y是x的函数 x就是y的反函数 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 你那个导数 就是微风的商 所以经常导数叫微商 这俩微风 其实这个等于谁呢 y对x的导数 就等于x对y的导数分之一 所以简单的一句话 反函数的导数 等于原函数导数分之一 你看 这不就是除下来吗 把dy除下来不就它吗 所以这个法则啊 我觉得不太困难 不太困难 第四个 引函数求导法则 就是说你这个函数啊 不是以写函数的形式出现的 就是由f xy等于0 由这个方程 确定了 y是x的函数 确定了y是x的函数 当然什么时候能确定 这个函数要满多一定的条件 这个条件 叫隐函数重在定理 这个隐函数重在定理 数一数二的同学 要了解条件的 定理的条件 和结论 但是对数学3的同学 我可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存在隐函数 一旦题目当中考出来 那意味着隐函数就存在了 对吧 那么确定了它 怎么去求y对x的导数 我们在基础班已经讲过 有三种方法 三种方法 一种叫 俩边求导 一种叫做公式法 就是说 dy dx x等于负的 fpx 除以fpx fpx 是偏导 二元函数的偏导 第三 俩变微风 我们通过例子再说 有三种办法 隐函数的求导 第五 符合函数求导 这个符合函数求导的法则十分重要 不但在一元函数当中用 多元函数仍然用 仍然用 就是这个符合函数求导 怎么去求 其实我们说 y是u的函数 u是x的函数 最终符合y是x的函数 那么y对x的导数 那从y到x 经过了谁呢 经过了u 所以dy dx等于dy du 乘以du dx 这个记起来很容易 其实相当于把两个du一约掉了 中间塞了个du 是吧 中间变了球导 重要 第六 参数方程确定函数导数 确定函数球导 这个球导啊 只对数一 数二要求 我们希望大家 不要使劲被攻势 要记方法 比方说 我们给了一个函数 它是由这个参数方程确定的 y等于psi t n5 t 由这个确定了 y是x的函数 现在我们要求什么 求y对x的导数 怎么求 说dy dx 你不要使劲被 我给它分子分物同处于一个dt 因为我们说 导数是微风的伤 那不就变成了它吗 而dy dt 就是y对t的导数 那就是psi t dx dt 那不就是psi t 所以不要记 有的人说dy dt 就能于psi t 除去psi t 其实我们记住这个方法 就是除了一个dt 对吧 接下来 我们要求参数方程 按照原生考试的要求 要求到 二阶 二阶 也就是说 你要求y对x的几阶导数 二阶导数 这个二阶导数 希望大家不要使劲被 就是y对x 就是 求完导以后 再对谁求啊 x求 好了 你万一对x求完以后 本来应该是x的函数 它不是xt的函数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t当作中间变量 也就是说dy dx首先是t的函数 t又是谁 t又是x的函数 所以我们这个怎么做 应该是dpsi t 我是导 导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大家记忆方法 他先对t求 再乘上t对x求 而这个要对t求的话 当然就是上的导数 那就是phi t的平方分支 分子求 psi 2p t 分母不变 再解去 分子不变 分母求导 phi t再求phi 2p t 再乘上d t dx d t dx 就等于dx dt分之1 这不就是反函数导数吗 而dx dt又成了一个phi t 所以这里变成了phi t的三次力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参数方程确定函数的导数 不需要使劲 计方法 计方法 你不要计最后这个结果 计的计的计忘了是吧 计我们整个这个求导的过程 第七个是高阶导数 高阶导数 高阶导数只能是二阶级二阶以上的导数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一个函数可导 外屁 重在 外屁再求导 还重在 那就它的二阶导 三阶导数求导 那就是四阶导 N阶一阶导数求导 N阶导 所以一般的啊 我们经常记住 函数的一阶导 二阶导 三阶导 到四阶级以上的时候 就不要四个屁了 发生它了 Y的N阶导数 特别的Y的临阶导数 就是Y 这是我们这个这个记号的含义啊 临阶导数就没求导 就是Y 自己 那么对于高阶导数来说 真的求起来 不是特别的容易 但是我们这个研究生考试题 大概隔几年会考一个小题目求一求 更何况我们这个密集数当中 也会涉及到这个高阶导数 所以在这个点上 对于一些简单函数的高阶导数 大家还是应该会求的 怎么去求这个高阶导 当然这个高阶导数呢 经常我们用这样的记号来写 比方Y的N阶导数 就是DYNDXN 这是特定的一个记号 这是个整体记号 就表示Y对X的多少阶导 N阶导数 当然了 一个函数在一点处的N阶导数存在 那么这个函数的 在这个点的0米内 N阶导数是存在的 N阶导数存在的 所以在我们讲义上 就列出了一些 长阶导数的N阶导数 大家翻到我们讲义的第46页 长阶导数 N阶导数 稍稍稍稍的要记一记 比方说SINEX 它的N阶导数 等于SINEX加二分之N COSaX的N阶导数 就等于COSa 这个常见的 应该记一记 其实这个记住以后大家想 你拖展以后 SineAX加B 它的N解导数 这个N解导数要求每求一次 出现一个A 所以这里求完N次A的N Sine 每求一次出现个二分之π AX加B加二分之Nπ 其实也可以就记住了 是吧 还有E的X的N解导数 求多少次都一样 而A的X的N解导数 求一次出现个Long A 所以得有A的X 乘以Long A的多少次米 N次米 其实我们用的 更多的还有一个它 E加X的N解导数 有些东西老师说 我真记不住啊 这个E加XN解导数到底得什么呢 其实你也不用实际用备 你算个E接两接 马上就看出规律了 比方说 E加X的E接导 不就等于 负的E加X平方分之1吗 而负的E加X平方分之1 不就负的E加X的 负二次米吗 所以E加X分之1 再求二接导的话 那不就它吗 负二乘它 也就是二 乘以 E加X的 负二接一 不就负三吗 那不就等于 E加X的 三次米分之 下一个再求 负三再求 那是六 所以马上就看到了 原来 求一接导 负的 二接导 正的 三接导 负的 因而 这个就是负一的N次米 求一接导 平方 二接导 三次米 所以这里就是 E加X的 三次米 上面是九 求一接导 一 求二接导 二 求三接导 再乘个三 那就是N的结成 这实际上不需要 实际上不需要实际 对吗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稍微倒一倒 其实有了它以后 大家想一想 我们AX加B分之一的 N接导数 其实这个和这个 差在哪 差就差在 每这个球一次 比这个多了个A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 负一的N次米 乘一个A的N次米 N的结成 下边是AX加B的N次米 即使有了它以后 我们在实际的考试当中 经常还碰到 另外一个的N接导数 就是Law1加X的N接导数 即使这个Law1加X的N接导数 得什么 它先求一接导 那就1加X分之一 1加X分之一 再求多接导 N结一接导数就可以了 所以马上我们就得到 1加X Law1加XN接导 其实它的N解一接导数 那就等于-1的N解一 乘以N解一的阶层 再除以 1加X的 1加X分之一 求一接导 求一接导 1加X分之一 1加X分之一 注意这个不对了 刚才这里应该是 应该是N加 这里应该是N加1次米 因为求一接导 是平方 二接导是立方 所以这里应该是N加1次米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多少次米 N次米 这是我们高阶导数 希望能够记一些 长阶的 高阶导数的秋导公式 那么复杂的 完全可以转换成这个简单的 另外大家再看 我们关于这个求高阶导数 还有两个公式 第一个叫核X的高阶导数 第二个叫做莱文尼茨公式 求高阶导 所以求高阶导还有两个公式 一个是核的U加解V的N接导数 等于U的N接导数 加解V的N接导数 另外一个 还有算V乘它的N接导数 等于Sigma CNK 这是个组合数 U的K接导数 乘以V的N接K接导数 这里的K 等于0到N 这个公式叫莱文尼茨公式 这是求成绩等级导数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实这个形式上 和我们哪个呢 和这个U加V的N次米的 展开式有点相像 只不过你这个展开以后 是次米 这里是求导的接数 求导的接数 当然这个公式 适用于UV中 有一个为多向式 这比较好 为什么 你想U是个二次多向式的话 那求二阶导 三阶级以上导数都是0了 所以我们这个K 就只取0,1,2 你看 就三项的合了 对吧 所以适应于 一个是多向式的 多向式的 好 这是我们关于导数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微风 首先我们说 什么叫做微风 什么叫微风 其实微风的来源 是由于我们的近视计算 要算这个达尔特万 fx0加达尔特 x 解决fx0 如果这个函数 不太好算的话 而我们又要算这个 给x0产生一个改变量达尔特 x 这个函数到底改变了多少 我们如果要算它的话 能不能有一个近视的 简单的方法去算 这就是我们微风定义的引入 如果 它能够写成一个 常数乘以 达尔特 x 再加一个小五达尔特 x 这个小五达尔特 x 什么含义 达尔特 x去样0的时候 比达尔特 x高阶的无形小 那换言之 就当绝对是达尔特 x 很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 因变量的改变量 完全可以用谁来替换呢 用这个前面这段替换 而前面这一段又是 达尔特 x的线性函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线性主部 这个线性主部如此的重要 所以我就起了个名字 如果它能够显成它 那就称 y等于fx 在x0处可微 并且把a达尔特 x 称为fx 在x0点处的微分 记住 dy等于a达尔特 x 由于当这个 y这个函数 就要变成x的话 这个达尔特 x 不就是dy了吗 所以经常又把它写成 adx 达尔特 x就dx了 adx 这就是微分的定义 什么叫可微 如果能显成它 可微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 若可微 那么a就恰好等于 这一点处的倒数 如果可微 一定能倒数 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实际上后来 我们大家看到 这个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这个概念的关系 那到现在为止 大家看到 有哪些概念 有 极限重在 有连续 有可可导 有可微 那么最终我们 其实啊 这几个概念放在一起 极限重在 我们知道 未必是连续的 但连续极限一定重在 不但重在 而且能有函数值 可导一定连续 但连续未必可导 可微 刚才说了 一定可导 其实我们也知道 可导一定可微 所以在意愿函数当中 这个可导可微 这两个概念是等价的 可导一定可微 可微一定可导 可微一定可导 这是我们关于可微 微分这个概念 其实微分在几何上 也有它特定的含义 就是微分的几何意义 我们用图来看一看 图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曲线 这是X0 在这个点处做切线 我给X0产生一个增量 X0加ΔX ΔY是什么 这是从X0变到X0加ΔX 这个函数是产生的 这叫ΔY 大家看一下这个DY是什么 DY是FPRX0乘以ΔX 或者是DX 那这一段既是ΔX也是DX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DX 当然也可以看出ΔX 没关系啊 这个脚是切线的倾线脚 倾线脚的斜率 所以这个脚的正切是IPRX0 所以IPRX0乘以DX 正好这一段 因而我们在几何上看 DY是它 所以我们几何上大家看到了 ΔY是曲线上音变量的改变量 而DY是切线上音变量的改变量 实际上我们说 为什么可以用DY近似的替代ΔY 原因是当ΔX很小的时候 这一段和这一段几乎差不多 这就是我们威风它的几何意义 其实后续的 我们有一个推导互威风公式 正好讲到这里 我也把它提出来 就是说你求这个弧长怎么求 比方这段的弧长度 弧长度 这段弧的长度 如果当ΔX的绝对倾线很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弧的长度 近似的可以用谁来替代 用这个切线上这个长度来替代 这叫以直带区 维基分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那大家看一看 因而这个弧微温 弧微温 我们记住DX 就是弧长的微温 就等于它 用它来替代 它来替代就是谁呢 根号下DX的平方 这叫三角的斜边吗 加上DY的平方 就等于提出一个DX 得根号下 1加上DY DX的平方 DX 这个正号等于1 加上Y的平方 DX 这叫弧微温公式 咱们为什么取正号 因为弧长是一个真函数 有了它以后 马上可以知道 我们弧长公式 还记得没有 说这个S得什么 说AB这个区间上 这段弧的长度 就等于它的几分 这个弧长的公式吗 怎么来的 不就是一字带出来的吗 这是这个几何意 几何意 另外微温 在我们实际当中 有一个叫 一阶微温形式不变性 简单的一句话就说 对谁求导 乘以谁的微温 这就是整个微温 对吧 说Y等于FX 这里X是质变量 把质变量 FU吧 U好看一些 FU U为质变量 大家知道 这个DY 就等于FU DU 如果Y等于FU 而U又等于FX 也就是说 这个U 为中间变量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到的函数 Y等于FFX 所以 对这个函数来说 Y的微温 就等于它对X求导 那就是F'FX 乘以F'X DX 其实大家看到 如果这个FX带回到U 那就是F'U 而这两个正好是谁啊 DU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 第一种情况 U是中间变量 微温的形式是它 U是中间变量 最后看到 微温的形式还是它 所以不管U是中间变量 还是质变量 微温的形式是不变的 所以简单的一句话 对谁求导成谁的微温 就整个的微温 不管你那个U 是中间变量 还是质变量 还是质变量 这是我们整个这一部分 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除此之外 希望大家要了解一下 微温的 秋微温的公式 我们这里不再一一的去推导了 特别是这个式正用算法则 比方说 U乘微的微温 这个公式有时候大家不容易计 不容易想 其实和导数是一样的 U乘微的微温 和秋导一样 第一项微温 第二项不变 加上第一项不变 第二项微温 这仍然是一样的吗 还有U乘以微的微分 也一样的等于 分母的平方分支 分子微分 分母不变 解去分子不变 分母微分 这些公式都对 那么这部内容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有一些重要的公式和结论 我们有些还是要稍微的要讲一讲 讲一讲 第一个就是导数与机械的联系 这个联系啊 第一条是说导数定义的不同表示形式 我们这个不用再解释了 第二 说IPRX0重在 GXXX大XX0都是X0 那么下边是对的 但是括弧里注了一个 在下列机械重在的时候 就说我们啊 是不是一定是对的 不是啊 必须要保证这个机械重在 我说一个啊 说一个 比较第二个 说这个结果对 FGX 解去 FXX 再除以 X解X0 X趋下于X0 按我们上面 说这个等于 F'X0 乘以 Limit GX 解去 XX 再除以 X解X 当然这个是 是不是一定是对的 其实上面说了 必须要保证这些机械都存在 才是对的 实际上我们大家看到 这个式等于什么 左边这个 我想要正 变成F 其实要用导处理 GX 解X GX0 再加上 GX0 除以 X加X0 解去 F F HXX 结F XX0 除以 X GX 我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了 其实我们想要用什么 用导数的定义 你看看 这个得不得它 其实我们第一 要变 变成 F GX 这是 FX0 不是GX FX0 解去 FX0 你要用导数的定义 这个就要除以 GX 解去 FX0 GX 解去 X0 再乘以 GX 解去 X0 再除以 XX0 这第一项 第一项 X 趋向于 X0 所以我们要求什么 可导了 你把这个拆开以后 要求这一项极限存在 这一项极限一定存在 再解去 Limit F XX 解去 FX0 除以 XX 解去 X0 乘以 XX 解去 X0 除以 XX0 其实大家看一看 你 你这一步 到这一步 这个到这个 没问题 从它到它 这个到这个 就要拆成了两部分 拆成两部分 其实要求 这一项的极限存在 这一项的极限 也得存在 其实接下来 再走的话 这一项的极限 等于 FX0 乘以 Limit GX 解X0 除以 X 解X0 X 去下 X0 解去 FPR X0 乘以 Limit X 解X0 除以 X解X0 其实从这一步 到这一步的话 这一步到 要求这两个极限 都能存在 因为这两个极限 重在是没问题的 因为可倒了 所以实际上 我们隐含的 大家看到 最后的结果 等于它是要求 这个极限存在 其实仅仅 这个极限存在 是不够的 要求这个极限 和这个极限都存在 当然这个极限 一定存在 为什么 这两个一加 正好得它 Limit 它俩一加 这后X0 没有了 那就变成 GX 解去 HX 除以 X-X0 好了 我们说 这个等于这个 要求它存在 它存在还不够 其实实际上 隐含着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要求它 和它都存在 它和它都存在 当然它就存在 所以我们整个 这个推导的过程 在每一步 每一步 其实我们隐含的是 每一步都可行的时候 这些结论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第二条 我做了一个 第二条的第三 这个小点的一个解释 另外第三条 这个结论 希望大家能记 你看 摄FX 在X等于 X0处 连续 仅仅告的是连续 那么下面 有这样几个结论 一 Limit FX 除以 X-X0 X趋向于 X0 要等于 A 就一定能推出 即使大家看到 这个得A 分母趋向于0 分母趋向于0 分子一定趋向于0 分子趋向于0 FX极限等于0 又因为连续 FX接去FX0 所以FX0等于0 FX0得0了 所以这个变成FX解去FX0 解去FX0 所以它的极限等于A 因而 利用导数的定义 马上得到 这个等于A 所以今后啊 大家看到这个式的 马上联想到这个式 大家的条件 连续不能丢掉 其实反过来 我们大家看 FX0得0 FX0得A 当然导数定义 这个就得A 所以这是个 出乎必要条件 但是 接下来看 如果 这里除的是 X加X0的K字 等于A 这里的K 大于1 刚才相当于K得1 K要大于1 马上我们得到 一样的道理 分母取向于0 分子取向于0 所以FX0 可能得0 同时我们看到 FX0一定得0 为什么 我们倒一倒 看看 FX0 等于Limit FX 解去FX0 除以X加X0 而FX0 得0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 FX 我要用 已知这个条件 所以这里除一个 X加X0的K字 再乘以 X加X0的K 结1 所以大家看到 K大于1 是很有用的 因为K大于1 K结1就大于0 K结1大于0 这一项极限是0 而这一项极限是A 所以是极限K0 所以是对的 K大于 但是反过来 推不出来 推不出来 这个推不出来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仅仅这是一个 它等于A 是它的一个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第3 Limit FX 除以X加X0的K字面 X趋向X0 这个等于A 这里的K 是小E的 大于0小E 这个时候立马得到 F-XX0 还得0是没问题的 因为K大于0 大于0 所以分母趋向于0 分母子趋向于0 但是 当这个A要不得0的时候 F-X0一定不存在 为什么 大家看 这个得 这个 如果下一个人要 结果用它 因为这个K比E小 K结1小于0 这个趋向于无穷大 这个要趋向于无穷大 这个由于A不得0 A乘一个无穷大 当然是个无穷大 不存在 但是没有这个条件 A不得0的话 如果A得0的话 大家看这是个无穷大 这是个0 0乘无穷性 有可能是可导的 有可能极限存在 但是我们知道A不得0的时候 肯定能得到这个结果是对的 所以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 这个 倒是我建议 你既然参加研议生考试了嘛 还是要记一记为好 记一记为好 如果记不住 临时碰到 可以推倒 推倒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四十七页 四十七页 第二个 可导可微连续 及 极限的关系 极限的关系 我们不说了 说过了 第三 导数的几何意义 没问题 第四 极偶函数 周期函数的导数 我们在第一章介绍过了 比方说 极函数 可导 导函数 一定是偶函数 对吧 一定是偶函数 下面我们说一说 第五个 重要结论当中的第五个 就是 含有绝对值的可导性 绝对值的 这是两个结果 两个结果 第一个 说 GX 在X0处连续 那么 一个函数 FX 是 X-X0 乘以GX 说这个函数 大家看到 再加了个绝对值 说 它在 X0处 可导的 充分地要条件 是 GX0 所以 这就给出了我们一个判断 还有这样绝对值的可导性 可导性 因此我们也看到 你不乘这个GX X0处一定不可导 但是乘一个东西 它可能就变得可导 乘这个东西 要满足什么就行 GX0得零 就可导了 是吧 就这个结论啊 希望大家 又提出来了 大家似乎记得很多了 是吧 很多了 但是真的记得 多一些还是好的 是吧 还是好的 其实 我们这个结论 为什么对 你看看 FPRX0 可导不可导 那就看这个极限 重在不重在 F2 除以XGX0 等于LIMIT FX 解F 解F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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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 当x趋下于x0加的时候 因为去掉绝对,这就是gx0 当x趋下于x0解的时候,负gx0 所以你要可导的话,就要求这个极限存在 因而这个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 那就应该是gx0和负gx0相等 左导数和右导数一样 而这个重要条件,gx0-gx0,那就gx0等于 所以这给出了我们判断 一个带有绝对值的函数的可导性的方法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说iprx0存在可导 绝对这fx 在x0处可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 其实大家看到,如果说这个fx0要不得0 fx0不得0 可导一定连续 那么fx在x0的领域内就不得0 如果fx0大于0,在领域内就大于0 所以在这个领域内绝对就去掉了 所以可导性毫无疑问是对的 所以说这个fx要不得0的话 f可导,绝对的f一定可导 所以我们这个不可导的点啊 只有可能出现在里边等于0的 所以我们这里加一个条件 如果fx0要等于0 如果不得0 它可导,它就一定可导 如果等于0,有可能不可导 那什么时候可导呢? 可导的重要条件是fx0等于0 这个呢留作一个思考题 大家下去做 其实几何上我们看一看 很显然 这是x0 可导 这个绝对的翻上去 什么意思? 翻上去 这是绝对的fx 这是fx 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可导 那这个点的导书 应该是光滑的 所以把它翻上去 应该光滑的粘起来 那也就是说 原来这个切线 切线应该是它 切线应该是它 那不就是fx0等于0吗? 那当然我们严格的可以去证明 可以去证明 可以证明 这是我们第五个 关于绝对值 就这样两个 第六 要记一些重要的例子 为什么要记这个重要的例子 特别是在 矩反例的时候 你说可导不可导的例子 从哪举? 希望大家能记一记 记一记 我这里列了两类 列了两类 第一类 说fx等于x-x0的绝对值 我们知道 这个在x0处不可导 不可导的例子 第二 说fx等于x的α尺米 sine x分之1 其实我们这里sine cosa x分之1也可以 sine x分之2也可以 x频发分之1都可以 都是类似的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讲义的结果 α大于0 这个函数在0内跌连续 α大于1 这个函数在0内跌可导 α大于2 这个函数在0内跌的导函数是连续的 导函数是连续的 这是我们几个结论 α大于1 α x在x0处连续 大于0 α大于1 在x0处可导 那由此可以见 x在0到1的时候是不可导的 α大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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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 在2 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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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0点是不连续的 不连续的 这是第6 第7 第7 这个后面有个例子 我们要正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大家可能不易理解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函数如果可导 秋安导以后的导函数 它不能有第一类阶段点 要有只能有第二类阶段点 其实这个结论也告诉了我们什么 如果一个函数包含了第一类阶段点 那么这个函数在包含这个第一类阶段点的这个区间内 就不能有原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可以可寄 所以这也说明了可寄和原函数存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一会我们去证明一下 这个例子 就是可导 它的导函数不能有第一类阶段点 要有阶段点 只能是第二类的 最后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高阶导数的公式 我们已经说过 让大家要记 这个高阶导数的公式 好 这是我们整个这一部分的内容